县议会第一小组审查会议 议员们针对移动式火化设施提出咨询 县府副县长陈振生表示 县长林明珍已经公开说明 县府绝对不会新建火化厂 这项顿策绝不跳票 毋庸置疑 县议会今天举行第一小组审查会议 议员们关心业者申请移动式火化设施问题 县府表示 业者依据内政部移动式火化设施管理办法规定 申请移动式火化设施 县府依规定审查 虽然原则同意取可设置 但并不代表设施即可运作 且擅自运作将依法严惩 有关于我们日前在议会议员关心的 我们火化厂的设立问题 其实林县长在议会 已经对外公开的说明 县府绝对不会兴建火化厂 所以这项政策毋庸置疑 不过有业者 依照内政部订定的移动式火化设施 设置及管理办法提示申请 虽然我们依照相关火规 没办法去否定 已经同意它去规划 不过这不表示 他们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寄寿 移动式火化寿寿 未来在执行方面 我们会重演来做审查 绝对不会让民众在这方面 有什么担心 我们会坚守 另外县府表示 或许可的设施 以规定还得经过检查符合规定 并经过公告才能够运转使用 未来县府将重演审查 请民众放心